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见面就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那么他们是什么人啊 究竟是为什么来争吵呢 这其中的一方是几位爱心人士 他们平时喜欢救助一些流浪动物 他们这次来是要找一个叫李婷婷的女人的 据这几位爱心人士说呀 这个李婷婷建了一个名叫婷婷流浪动物爱心救助群的这么个微信群 之前呢 这些爱心人士把钱都交到这个群里 可后来他们却怀疑啊 这些钱的去处是有问题的 为此呢 他们多次想找李婷婷 却是一直找不到 经过多方打听 这些爱心人士就找到了李婷婷开的这家水果店 没想到 没说几句话 就和他的家人起了争执 2017年的时候 抖音认识了这个亭婷 他就把我拉进一个救助流浪狗的这么个穷 就是我们这个有穷费了 是用于救助流浪狗的这个费用 每个月是30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两个人 群里面是有二三百人的捐款 一个人每个人收的群费是30 甚至有时候更多 500到1000 还有很多爱心人士给他私质转账 这些爱心人士说 他们交这个群费是自愿的 原本是想把钱用在救助流浪动物的身上 可是渐渐他们却发现 李婷婷的救助行为似乎变味了 刚开始这个群啊 是为了流浪狗而建 就是说我们有流浪狗的话 可以这个群费出多少 但是这个群里面 基本上是很少就是救流浪狗的 他既然收了这个钱 他应该有个明细 这个要花了多少钱 还剩余多少钱 他压根什么都没有 根本就不知道 这钱去了哪了 他经常这么说 你们不要把那狗都给我 我现在卖货了 我哪有那么多时间给你们弄 现在就不知道 他到底是说是 你是真的爱狗了 还是说是 是为了这个来博取大家的眼球 捐下钱了 钱就没有花到那个救狗的上 就不是真的了 成了伪慈善了那就叫 让我们大家有权利怀疑他 他师父做这个救助 师父是真正的在做救助 是非他自己敛财呢 还是真正的是把他爱心放在狗身上了 因为有了这些疑问 这些爱心人士就要求李婷婷公布每个月群费的收支情况 然而李婷婷的做法却让他们大跌眼镜 他现在的态度就是不回答 回避所有的问题 任何问题不回答 就一次狗筹一次款 三个月之前他把群就散了 一声不响的就把我们一脚全踢了 他为啥会这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到现在很多群友都说婷婷是怎么了 为什么要踢我们辛辛苦苦干了这么长时间 还交了半天群费 为什么好好就把我们踢了 我都飞起 按照法律规定 救助发起人是有义务 想捐款人公布说明筹款的用处 以及收支明细的 现在这些爱心人士最大的诉求就是 让李婷婷把明细公布出来 好让大家的心里都有个底 可据他们说 面对他们的要求 李婷婷却选择了置之不理 甚至是逃避 那李婷婷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个事情就是有人在网上恶意攻击诽谤污蔑我们 谁诽谤谁了大姐 有个人要诽谤婷婷 你不要指指点点阿姨 你不要指指点点阿姨 你每一句我们说的错了 你现在可以说 你们要是绝对不合适 可以到公安检案法 可以去 不是你先说 我们诽谤你啥来 咱们说一头算一个 你们为什么要在网上攻击人呢 咋攻击的 有啥话 你们说在网上骗人 他在网上骗你啥来 每天说自己有三百条狗 他哪有那么多狗 有几条狗有就有关系 每天有关系 有他关系 我们每一份钱都是让你婷婷拿的 我家婷婷拿了吗 拿了吗 从社会上捐多少款 拿了 拿了款你可以去找官局 不行 你现在让他跟我们澄清这个事 我们跟你没法澄清 先不要吵了好吧 我们现在先来联系一下这个婷婷 好吗 我们现在先不要吵了 姐夫这座子 不敢见阿姨 不知道谁做这些信息 你的话 你的话 咱们现在先不要吵了 不要吵了 先不要吵了 我们现在先打一下电话 好吧 因为我们到了这个婷婷的水果店 但是这个婷婷现在不在店里 但刚刚拨打婷婷的电话 没有人接通 然后现在再拨打第二个 如果她不在店里 我们想让你真实 既然你也不怕 矫正怕邪外 不怕被人采访 昨天直播我还听她说 有人采访她 天天不怕采访 为什么不敢当面对治 怕什么 把她账拿出来公布呀 一一的说清楚呀 她为什么要躲了 躲什么了 但是她现在不接电话 因为我们要找的是婷婷 找的不是您 是吧 所以说您现在也不能代表这个婷婷 来发言 来发声 婷婷除了这个位置 你们还是到她有 到她单位去吧 那我们先走吧 就不先不打扰您的生意了 阿姨 那我们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在出来的时候 然后这个婷婷的妈妈 又追出来 然后跟这个当事人在现场 又起了争执 不让她男人 你拿她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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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您 又吵起来了 吵啥呢 我们现在只能看 有没有其他的一个联系方式 和联系地址 然后看看今天能不能找到婷婷 我了解走吧 到这公司 我问一下咱们那个李婷婷是不是咱们对的司机了 是的 是啊 但是最近好长时间没来上班了 她是因为啥原因 我不知道 我问哪位 这个跟我们 您好 说我是教学的 我找一下李婷婷 她休息了好长时间 她什么时候请假的 她有一段时间 工作人员能不能试着跟她联系一下 看能不能接通 是没电 你没有电话 对对对 她是一个班的我也不知道 在莫名被提出婷婷流浪动物爱心救助群之后 一些爱心人士还发现 婷婷不仅收取了她们的群费 而且还打着爱心救助的名义 在网上发起了筹款链接 她在这个追门筹上以个人的这个求助 向社会发出这个帮助 她现在目前筹款一共累积到17万了 你筹款是很多人都在筹 你要面向社会了 最起码有个明细 她一点明细都没有 多么大的一笔数字 那我们就不敢想象 因为她从来就不暴露这个 钱的这个来龙去卖呀 筹款去向不明 遭到爱心人士质疑 她现在跟就是说的就是 她很不容易很可忍 她我总觉得她筹的这个款 跟她给狗身上花的不成这样比 两年内发起7次筹款链接 总金额高达20万元 这些钱到底去了哪儿 我们没有接受过现金 就是她会往过比如送点击骨架呀 送点狗粮呀送点吃的 大家救助流浪狗 却被转手卖出 这起事件真相到底是什么 我再统一回复一下 我哪儿的狗可以领养免费领养 根本就不是免费 然后问我就要800块钱 爱心救助款去哪儿了 法在身边正在讲述 看那个抖音里她经常不是说 她养着三百多条狗猫 我说这也不容易那么多 当我去了这个狗舍的时候 这块跟她说的这个出入就比较大 因为这个300多和100多 她平时的开销就不一样了 她现在跟人就是说的就是 她很不容易很可怜 我总觉得她这个筹的这个款 跟她给狗身上划的不成真比 相比以爱心家园名义 发起的救助筹款链接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笔的标题是 为爱心家园的流浪狗筹集食物 药品 而第二次的标题是 为太原市爱心家园和916 停停基地救回的狗筹款 这两次筹款的总金额是 33,015元 以前有没有交易爱心家园 我们不知道 她也没有给过我们回职 没有接受过现金 就是她会往过比如送点几股价 送点狗粮送点吃的 但具体她捐了多少 是不是全部用到家园 或者是她这些东西 是不是别人又捐给她的 以这个名义又给我们了 这个我们就不清楚了知道吧 但是我们东西是有收到过 都是物资 现金没有 那我确定一下 只要公布出来的 就是她全部给的是吧 不会落下其他没公布的 不会不会 爱心家园的工作人员也说到了 李婷婷每一次为爱心家园捐赠的物资 都有明细 那我们现在也来查看一下 李婷婷为爱心家园捐赠了哪些物资 大家可以看到从第一次筹款开始到第二次筹款结束 这期间跟李婷婷相关的捐赠总共有七次 分别有鸡架鸡蛋玉米面狗粮等物品 全部都是食物 而第一次向爱心家园捐赠的时间是在2019年5月14号 也就是在第一笔募捐完成后的一个半月之后 是要看爱心家园有没有授权给这个个人 以爱心家园的名义进行救助 如果获得了一个合法的授权 我们认为呢法律也并不禁止 那这个太原爱心家园这边 当时有没有给李婷婷那边授权 就是让她以咱们太原爱心家园的名义去发起这个筹款 没有因为当时家园这十来年的话 有好多人为了帮助那边的狗 他们拍点照片回去给狗捐点这个东西 就是咱们太原爱心家园这边没有给这个李婷婷授权 让她来 没有没有 原来婷婷问过问过说可以捐 如果这个个人没有经过爱心家园的授权 而擅自以爱心家园的名义来筹集善款 这样的行为呢构成一个无权代理 她对这个爱心家园来说是不产生法律效力的 所有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这个个人来承担 不用是募捐还是救助得到他人的救助的资金 应当是向他人公开他这个资金的去向和具体的明细 而且要确保这个资金完全用于他救助的目的 如果把资金挪作他用 或者是虚构了这个救助的这样的一些事实的话 那从亲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民事上的违约行为 严重的话有可能构成刑事上的诈骗罪 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一些爱心人士反应最让他们寒心的就是啊 他们花了钱把流浪动物给救了回来 而李婷婷呢却打着免费领养的名义 把流浪动物呀给卖了 在他们看来婷婷所谓的免费领养啊 那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大家好 我是婷婷 有好多人私信我 问我说我那儿的狗可不可以领养 我有时候还要上班 还要去基地照顾狗狗们 没有时间一一回复大家 我在这儿统一回复一下 我那儿的狗可以领养 免费领养 然后我就想的是在他那个狗社领养一个狗 也能给他减轻负担嘛的 然后我就联系他了 哎呀 根本就不是免费 然后问我就要八百块钱 他在那个网上募捐的时候 我也捐过钱 在这期间他 我问他领养狗的时候 他就要那个领养费 六百到八百吧 我记得 但是我当时我觉得挺贵的 我就没领养 我是从那个2020年进的群 每月交的三十的群费 说是免费领养 其实就是 他说是捐狗粮的 小狗三百 大狗五百 然后呢还有另外五百 是那种呢 说是捐狗粮钱 这个钱拿钱 那一条给我下来 把败到一千块钱 是肯定的 到目前为止 李婷婷始终没有出面解释 也没有公布筹款的收支明信 前两天 爱心人士已经就此事 向辖区刑警队报了案 而对于此事的进展呢 我们也会实时的进行报道 给大家看